割開行李偷竊話那麼容易 一支原置筆就完成 外遊坐飛機以為只要行李箱 踏住把鎖就很安全 那你就錯得很緊要 美國一個開鎖專家 知道同事的寄倉行李 被人偷了東西那麼慘情之後 立即拍片要告訴大家 一般的行李箱 其實是多麼不堪一擊 你認為它會保障 但他們會把所有東西移動 放到旁邊 像這樣 他們會拿出一槍櫃 放在鎖上 放在鎖上 把鎖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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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把鎖上去 把鎖上去 之後通常都是 機場行李處理員的攝肥 就會把鎖上去還原 一切熟不知鬼不覺 然後把鎖上去 然後把鎖上去 他建議大家在外遊的時候 最好都是用沒有拉鍊的硬箱 再用一把大大的鎖上 這樣才有保障